以及导演姜伟老师 同时呢我们要有请男主角胡歌 来我们一起听听江湖论剑 欢迎两位 应该再次有请姜伟老师 同时呢欢迎胡歌 欢迎两位男神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我们在现场听到的是这样的掌声 但是我知道其实是 我们请两位往这边一点 好谢谢 我们知道其实还有更多的人 在为今天这个现场鼓掌 因为好多人在看直播嘛 而且期待这个时刻很久了 所以我们先请两位 跟我们这些期待这部剧的朋友们 打个招呼吧 姜伟导演您再正式的打个招呼吧 各位关注猎场的朋友们 未来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好谢谢江湖议导演 那胡歌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胡歌 好久不见了 今天 今天我很激动 其实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我期待这部剧的播出 也期待了很久了 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时刻 我也很荣幸可以代表我们剧组 所有的演员来出席这个发布会 真的是好激动啊 其实看到两位同台 或者在我们的镜头里面看到两位同框 我们也会脑补另外一个画面 就是因为姜伟导演说起过 说您第一次见到胡歌的时候 您就觉得郑秋冬这个角色是非他莫属的 所以我们也在想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而且怎么胡歌就让您觉得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了 江伟导演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可以 首先呢 他的年龄啊 是我在筹备这个戏中 所要看的眼中是最合适的一个 属于一见到人 看到这个 因为我对他的以前的形象并不是那么熟悉 见到这个形象 见到这个状态 那时候蓝牙榜和那个 伪装者还都没有播 我平时看戏也少 所以不太清晰 但我一见到他 我就觉得有点 酒汗风干淋的感觉吧 就他了 对对对 你这么笃定就觉得就是他了 那到底是一种什么 是不可名状吗 这种气质 对因为都是都是男生嘛 都是男生 而且要稳健一些 那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 他不像在我心中 他不是个明星 他是个演员 是个演员 所以我觉得还比较 还很稳健 年龄啊 其实现在也很稳健 自然条件就 不用说了 哪哪都合适吧 哪哪都合适 那胡哥 当时第一次见面 你是什么心情呢 你感受到了和导演的这种 一拍即合了吗 感受到导演的这份确定了吗 那天我印象挺深刻的 我是从恒电开车去杭州建的江岛 我在去的路上 其实我脑子里一直在想 怎么样可以给导演留下一个好印象 还要深刻的印象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怎么就能给导演留下这样的印象呢 其实见到导演的时候 我预想的那些表现都没有做出来 因为太紧张了 我应该当时出了很多汗 所以让江岛游那样的感受 就是久汗的那种感受 他有一个细节动作 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他在 他抽了口烟 那烟的顺着风就往我这飘 超过这飘 他赶紧的就过来 把那烟给赶走 这个是一个 因为进组之后 我还跟他谈到过 关于上海 关于上只脚下只脚的那些概念 他这点的印象给我特别深 胡哥你能想到吗 就是你一个把那烟赶走的动作 这样一个动作 给导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没有预谋过这个动作 因为平时抽烟的时候身边有女孩 所以可能养成了一种习惯 就是暖男 非常的体贴 很照顾周围人的感受 所以其实这种气质 就是很能够想到他人 其实是很和这个角色相契合的 其实这个我们倒有点意外 因为老觉得这个职场中人 可能应该是呈现出的那种干练果感 会特别的打动您 其实说到这也想问一下江伟导演 就是在您的非常成功的作品 比如说像《潜伏借枪》之后 您怎么就把这个主题锁定到了猎头这个职业上呢 因为这个职业对我们来说充满了神秘感 但是你不觉得猎头这个职业有谍战色彩吗 是有 对 就是现在在现在的这个商场里面 商场如战场 所以很有谍战色彩 那您不会觉得这个太挑战了吗 就是因为平常确实对我们来说 是很寂寞生又充满了好奇的一个职业 为了那半部挑战就不大了 明白了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半部 那听说这个剧本呢 还有作品您也是打磨了非常长的时间 您有到这个实地去考察 深入到猎头行业当中吗 我去过海德斯泽的北京办公室 我跟光辉国际的家梁先生 深入地探讨了剧本 我把写完的剧本 交给他先过一道 我才能踏实 他提出的意见我都接受了 他的表扬要多一些 所以我很高兴 那胡哥你觉得 当然听说要饰演一个这个在猎头 猎场当中的猎头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你平常接触到过这个行业中的人吗 我没有接触过猎头 但是我接触过星探 这个星探是不是就算是 娱乐圈的影视圈的猎头了 当然我觉得可能星探没有猎头 这个行业这么的高端和精英 但是他们做的事是差不多的 当然我在看完剧本以后 我觉得想要把这个角色塑造好 我必须要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 对这一群人有所了解 所以其实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他们也是做金融的 虽然没有做猎头的人 但是他们有一些人 也有和猎头打交道的经历 所以我有跟他们去探讨过这个行业 同时我也 当时我也有把我的剧本 拿给相关行业的朋友看 因为里面有一些非常专业的术语 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他们看完剧本以后 反馈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 这个剧本写得太专业了 就是以一个专业人士的眼光来看这个剧本 他们都认为这个剧本是专业的 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充分认可 对听说胡歌为了演这个角色 真的是找了你 比如说做金融 做投行的很多朋友去咨询 其实以往应该都是 他们对你这个职业充满了好奇 然后这次成为了你不断地问他们 各种各样的问题 希望跟这个角色更加接近一点 其实我在跟他们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 我也对这个剧本就是充满了信心 因为我在看剧本的时候 我是作为一个演员 从一个演员的角度来看这个剧本 但是他们是作为这个行业的人 来看这个写他们行业的这个剧本 作为演员 从演员的角度来看这个剧本 我是非常愿意去挑战自己的 因为我当时看了剧本以后 我和我的经纪公司说 不需要谈任何的条件 我要演这个戏 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剧本 太喜欢这个角色了 但是同时他作为一个行业剧 我又觉得他 他需要有一个专业的行业剧的 一个专业度 所以我又去问了相关的朋友 那他们给我的反馈 让我更加有了信心 我看这几天网上都在流传 胡歌在剧中就是标英文的那个场景 大家都觉得太帅了 但其实这个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应该在其中还有更多比英语 更让我们觉得惊艳的就是这些 比如说职场当中的很多高端的术语 就是非常有现代职业氛围的这种的场景 是非常多的 这也是我们特别去期待的 所以说江伟导演就是早走了这半步 那其实现在有一个比较热点的话题 也想请教一下江伟导演的看法 因为现在很多很多的热播剧 不管电影还是电视剧 都是根据著名的IP来改编的 其实就像您之前很成功的作品 比如像潜伏还有戒枪 也是根据这个小说来改编的 但是这次的猎场是完全原创的 所以其实您有一个逆潮流 就是又领先半步的这种尝试 这个属于一个逆IP而上 坚持原创 您对这样的作品 您或者说对于现在 还在坚持原创的创作者们 有什么话想说呢 那当然坚持原创 肯定是这个行业的部阶之源 是应该的 其实并不是逆IP而行 而是并行 并行 它是不同的通道 人们走在不同的道路上 有一天我也可能去改变IP 有的那个IP改变者也有可能 有着一直成为原创 这都有可能的 所以作为生态来讲 都是允许存在的 但是我更鼓励的是原创 我觉得您这番话也会给很多 在坚持原创的创作者们 以信心 那我们之前看 胡歌的微博 就昨天你还在发 跟这有关的 我们才知道原来 狼牙榜也为这戏打了伏笔了 好多人是恍然大悟 还有在之前看 胡歌的微博也提到过 很多关于猎场的内容 甚至有你杀青的那个倒计时 我看你是每天不间断地在发 关于这个戏的一些 难忘的这种镜头 或者是片段 为什么这个角色 就是这么吸引你呢 你曾经反反复复地强调过 说你实在是太爱这个人物了 在拍猎场的过程里面 我经历了我当演员以来 第一次就是对一个剧本 爱不释手的那种体验 第一次爱不释手 我举一个例子 可能以往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演员在间隔休息的时候 他可能会看下一场的台词 可能会休息 可能会做各种自己的事 但是在拍猎场的过程中 我经常会拿一场戏反复地看 可能是拍过的 也可能是没有拍过的 我们有一个行业术语叫默戏 就是在可能这个台词 不说出声来 只是在心中默念这个台词 有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 这个过程非常的享受 就是我非常愿意进入到 这个剧本的情境里面 进入到这个角色的世界里 其实那段时间 我也说过 就是我感觉到 郑秋冬这个人物的灵魂 住进了我的身体 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是 我很饱满 我整个人的状态是饱满的 因为本身郑秋冬这个人物 他就非常的有正能量 他其实给予了我很多 这真的是一种享受 就无论是还没有拍的戏 还是正在拍的 还是已经拍完了 很多场景都会在心里面去默契 再把这个场景都经历一遍 所以其实关于郑秋冬呢 之前我们也看过一些 大概的介绍 我们特别想请胡哥 亲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郑秋冬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可能在他的身边 在他所从事这个行业的领域里面 有很多高他一等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是比大部分人都要高贵的 其实这句话是来自于 我前两天看的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是介绍一头狼 里面有一句话形容那头狼 说狼是 就是人要比狼高等 但是狼要比人高贵 我觉得在郑秋冬的身上 我觉得他有一种狼性 一种高贵的狼性 对 当然在职场是职场如同战场 你必须要有狼的战斗力 对不对 你在和敌人厮杀的过程中 你要表现出你的强韧的一面 要表现出你的野性 但同时他不会触碰他的底线 他具有高贵的精神 对 因为在职场的厮杀是很惨烈的 甚至有人说我为了我的目的 我可以不择手段 但是最后我成功了 就是我是可以受到万人敬仰的 但是我们今天听到胡歌说到 郑秋冬这个人 他是非常高贵的 又具有狼性的一个人 那江伟导演 您觉得胡歌的形容 您觉得非常准确吗 非常准确 还有一点就是他要 既然是狼嘛 他要独自想忍受他的孤独感 郑秋冬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 精神层面是很孤独的 虽然很高贵 但很孤独 这就是说的狼性的问题 是 所以